分担银青,细水长流,意见小九九,点击观众 带你追剧,听歌,追踪艺,登风吹闷到长安 从武汉琴台的玫瑰花海到西安的花海祝福 熟闷之闷十周年走过了许多城市 进行了多场演出,在演员与观众的不舍中 三年三十座城市七十二场演出顺利在西安收官 肖战饰演的五号也完美羡慕 从观众们分享的羡慕视频可以看到 肖战仰头只泪,摘下眼睛擦眼泪 眼泪是话剧中五号梦醒时分回归真我的眼泪 也是演员肖战对剧场和舞台不舍的眼泪 结束之后,肖战也发文告别了五号这个角色 告别如梦之梦,他说有幸与每一位女门入梦 未来,珍重,出演五号是在武汉的情态大剧院 首场演出,粉丝观众比肖战送了很多的祝福花朵 逐渐剧院门口成为了美好的花海 收官之城,这份美好依旧延续 戴着祝福的玫瑰也送到了城市中各行歌页人的手中 有小孩,有老人,有消防人员 跟于很多人来说 或许是遗憾的,因为一直未能圆满进入剧场观看 收官之日,剧房分享出了肖战在话剧毁声时清唱的歌剧 我想我记得,我想我忘了 一段空灵的歌声也算是弥补这段遗憾了 收官,是以快乐收尾 如梦的演员们组成了如梦合唱团 演唱了自制歌曲,热烈环快 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 做自己热爱的事情,真的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下一站定会更加精彩,5号再会